今天我们要制作腌鱼 就是我们洞族的一种特色菜 是把那个鱼放在毯子里面腌成酸的 然后直接拿出来可以吃生的 哇 这个鱼要先腌制一下 这个腌了一个晚上了 现在要先挂起来 然后把这个水分晾干 这个水分晾 先放在这里晾干 晾干的话腌起来就不会烂掉 会好吃一点 做这个腌鱼要放一点生姜大蒜 然后还有那个辣椒粉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甜酒糟 现在我先切生姜和大蒜 放这个甜酒糟一起搅拌一下 放一点米酒一起搅拌一下 放到这个毯子里来就好了 把它压紧 把这个毯子口封好 先用树的袋这样烘一层 这个放上两三个月就可以吃了 我先拿一点以前腌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可以生吃的 这个是以前腌的 腌了有三个月之后就可以拿出来吃了 生吃也可以 然后烤着或者是炒着来吃都可以 有一些腌得比较久的 腌几年几十年都有 这样子要生吃 蛮香的 炒了之后它反而会比较咸 生吃的话比较香 可能很多人就吃不习惯了